好,開始講了 看看你的紙或螢幕 我們今年的SBA是做這件事 SBA其實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一個項目包含以下的項目 因為我們是Software Development 所以我們Focus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Program Design 因為我們要寫Program Program Design裏面要有個 這個Module 即是大家要用Procedure 或者Function的方法 將它堆砌而成 而堆砌的東西要Reuse 就是Reuse的能力越高就越好 另外就是Program Implementation 這樣會解釋 就是上面想的東西可以做到 下面當你做Implement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Data Structure 你會不會用Q Data Structure 或者最普通的Away 等等 裡面會不會有一些關於Algorithm 你會採用到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Focus Point 而至於你的Project裡面 其實分了兩個大範疇 一範就是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即是設計你的System 以及Coding它 第二部分就是成功地做完 之後你做Testing 和Evaluation 下面就是Schedule Form 5就是大家現在 一日未到8月都是Form 5 所以Form 5裡面要交的是什麼呢? 就是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那就是大家整個System 的Coding應該做完 Design做完 有時間做Testing OK? 如果Testing也做完 Evaluation也做完的話 其實你可以交的了 我們期望你交的時間 就是 接下來的新學年的10月 OK?行不行? 明白 明白 我們分階段的 至於這個Report 就要有個 Writing Report 不用編個出來 全部交是靠兩個format 一個就是PDF 一個就是Word Document 過往有些Word Document 就是Different Version 它會走位的 所以最好大家 做完你的Word 你就麻煩你 勾回PDF出來 PDF呢 可以hold回你原本的formatting OK? 但我兩樣東西都要收 大家的Paper Size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Report 越長就越高分 不是的 是要看資料的 不是越長就越高分 亦都有人問過了 要多長才可以合格 或者滿分呢? 看你的Content 但是過往經驗 最少做到100頁的 100頁 在大家現在想 100頁很長 沒什麼可能 神經病 但是你發覺呢 做一做一做 你少於100頁更長 OK? 行不行? 對 CAP Screen CAP兩下已經一板了 明白嗎? OK? 要求的是A4 Size Margin就是2cm 有人想多頁數的 Margin大一點就多很多頁 但是沒有意思的 設定這個 另外那些字 人們想多頁數的 那些字最大 不用的 12就夠了 也不要太小 這些要求 要有Page Number 要有Header Fooder 這些在Word裡面 教過大家 活學活用 Page Number 建議大家千萬不要續頁打 那一頁叫1 那一頁叫2 當萬一 轉了Word Document Version 它無端端那版多了行 你後面全部要人手改過 你死得了 OK? 另外一個Cover Page 裡面要包含所有的資料 有人問過為什麼要HKID Card Number 因為交你這個PDF的時候 那個Code是你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所以你要放這個東西下去 那有Table of Content 又是自動播 不要自己做 你要做的事情 只是打Table of Content裡面的Content Page Number是自動出的 OK? 那一會兒 就有時間我告訴你 好,主題了 今次我們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Shopping Reward System 即是大家的積分系統 OK? 我派了給你了 應該大家會看說什麼的 我們不是做到坊間真正那一隻 這個串錯字 OK? MATLAD來的 OK? 這個不是坊間真正由頭至尾 你那些又說要買什麼 跟著換到什麼 跟著計算的話 那就真的賣得出去的 我們這次這隻呢 就chip一些 那有些什麼chip呢? 當然大家是可以做到不chip的 沒問題 怎樣計分一會兒說 那我們逐個說 首先商戶 知道帶人來這間公司 是make profit 是很正常的 但是有什麼方法帶來之後 hold得住它 不斷地持續在這間shop去shopping的話 我們必須要想一些方法出來hold住它 那叫做royalty的program 這個字是怎樣的? royalty 中心 例如以前那些古代的皇帝那些 下面那些將軍啊 子民啊 很忠心於他 那就這個 就中心了 我們要做一些中心的scheme 出來去做這件事 當然有回報的了 那這個program的目標是什麼呢? 其實在坊間有很多商業的事情已經做了 不同的features 有不同的reward scheme 那如果大家家裡爸爸媽媽 用一些visa card master card 去買東西 其實是積分的 那些積分一邊坐就坐 還要換東西的 那有些公司就出了一個 nolyt card 例如sogo 那可以收了一張卡 吉之道 justco 或者現在的Eon 那也有這些卡 都是那一句 但是那些卡呢 就有barcode 或者用遲帶 或者再先進一點的RFID 你有沒有呢? 你唯一有的就是你的學生證 但是大家應該沒有學生證的reader 在家裡的 大家如果瘋了的話 你是可以淘寶的 應該十幾塊塊而已 是的 途完之後 是read得到你的卡 你是真的做到這個系統出來的 因為我下面那個 不是現在那個 以前那個系統 就是這麼便宜的方法 十幾二十塊的reader 整個 怎樣系統 OK 就是這樣去做的 大家想不想做到這樣呢 是不用的 但是你做到沒問題 OK 有一個scan的作用 它用來做什麼呢? 去區別到這個人 是不是這個卡的holder 就是這個卡 是不是一個reader的卡 所以當你想 如果你想儲積分的話 麻煩你要present一張卡 那那個人呢 其實他有權 就可以 要不就拿一個discount OK 在哪個discount呢? 就是當他買東西的時候 要discount 例如有些吉之島 2號 或者20號 就有些什麼九五折的優惠 可能有些這樣的事情 或者他用來儲分 儲到差不多 當你再買東西的時候 你會有另外的優惠 優惠呢 是你去決定的 就麻煩你的design 裡面呢 就說出你的優惠 這個是很flexible的 任你大家喜歡 你可以抄考坊間那些 在這個store 它可以purchase 那些data 這個purchase data 是可以用在internal裡面 做些research的 這一部分其實是advanced的 就是現在坊間很多人請的 就是big data 當別人買了些東西 有些銷售的數據 可以做分析 例如這個shop 在這次promotion裡面 那些年輕人是被吸引的 那下次再吸引年輕人 應該用回相同的技巧 有些這樣的research 那他可以做到 就知道那些customer 他favor些什麼 例如這些 就是可能他買開 所以他永遠說牛肉 五五折的 你都不買 但蔬菜五五折 你買很多 那就猜他是什麼人 跟著就因應他 就做promotion 那這些是很人工之人的 那坊間很需要這些人 去做這些事情 那下面寫了 那個customer就會是sufficient ok 有足夠的information 可以identify這個人 ok 那這張customer其實是做了這個目標的 就想看回那個人的銷售的目標 ok 跟他prepare 另外 通常這樣的reward system 其實有個membership的階級 即是如果大家消費1000元 最chip的一隻customer 那可能一年只有一次生日 有個九五折 那如果你是銀卡的話 可能是同級 chip日 銀卡就更厲害 那銀卡可能每個月2號就有九五折 那如果金卡的話 可能每個月有兩次九五折 如趣推 所有這樣的東西 你set的 ok 你set的 你自己怎麼用都可以 就是你怎麼set都可以 到你了 你現在雖然是學生 但是已經promote到了 變成一間公司 叫做LMC公司的 System Analyst 即是最高級的人 但是記住 是A的 一個人而已 沒有partner 有沒有下面的member呢 有沒有下面的poemer呢 都沒有說說有 那當你是了 ok 上至高層 下至打閘都是你 ok 明白 一人公司 一人公司 ok 那哪間LMC呢 自己想吧 有很多間 那現在你想做什麼呢 簡稱叫做SRS SRS SRS 一個reward的system 而你目標做的那些system 不是給用家用聽清楚 不是給用家用 不是你家的媽媽 爸爸上網去恆生 按按按按 用它積分換的 不是那個模式 那個模式是可以做到很大的 我們做個模式小一點 你是做個系統 給什麼人用呢 Cashier OK 給個Cashier 那個人用的 它幫你 將個卡的information input 入完之後 記錄你的transition 如果你想即時redeem的話 我儲滿一千積分 我想換五十元 即時用賣 你幫它可以做賣 行不行 其實我將那個範圍縮到很小 你只是給個Cashier 用 幫你入資料 入的方法 上面講一個很先進 你可以用RFID 你可以用barcode 最chip是什麼 是人手打 因為我知道大家沒有那些card reader 最快方法是人手打 不人手打可以嗎 你自己想想吧 不人手打也可以 那看你的客戶的member有多少 如果你發覺你的公司 原來由此至終只有十個member 你可以有另外一些先進的方法 可以嗎 那你自己想吧 我不說了 Transition 要不需要你自己入呢 要不需要你入 應該要 OK 這也是想減化大家 例如大家買了十件東西 你的系統可以做到十件東西去記錄 即是買完同堂 那你便入回 買完什麼東西 入回 這個是複雜一點的 簡化一點是什麼呢 就是入個心 你今次的單是一千塊 那我這個就入千塊 即是大家去過那些 Sogo啊 Peter那些 其實你可以拿張單給那個人 他幫你入分 例如冒險樂園 大家有去過 大家不是拿過那些票 你也要走到過去 給他一張卡 然後他幫你儲回Ticket 完全像這樣的情況 OK 我不想大家 牽涉太多 即是買買 那些 我們目標只是做一個 這樣的System 簡單一點的 不要做那麼複雜 好 下面就說什麼 同時間處理Vidiem Vidiem為什麼 換 換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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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做到換購的 即是你可能用 五千積分加三十塊 或者 二千積分加八十塊 任你喜歡怎麼玩 OK 好 下面 你需要考慮的東西是什麼 第一 Schem你自己定的 例如 二百五十塊 就一個Bonus Point 你說不是 二百五十塊 二百五十個Bonus Point 沒有問題 你任你定 任你定 跟著 Gift Redim 100積分 可以換五十塊 EQ 或者不是 100積分 換到一百 EQ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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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啊 我剛剛想問你 一百積分 一百EQ 一百積分 一千EQ 龐 知道怎麼樣嗎 你剛剛公司倒閉了 明白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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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 這個是什麼 Design上面一個Logical Error 你應該在Design層面 已經知道有Problem 你居然還繼續去 這個叫Design Problem 明白嗎 OK 這家只可以做一家什麼公司 叫做洗黑錢LMC公司 這樣才行 OK 明白嗎 這隻虧到派 真的鼓勵 Pertraiser 肯定營業額過億 OK 但這些錢怎麼來呢 就不知道了 另外 有Membership那個Level 高已經很便宜了 Pantinum 現在更厲害的是叫什麼 黑卡 Black 去Identify他的身份 另外 你要Check 這也是Advanced 少少的東西 那些Bonus Point 不是儲了一輩子的 你可以做一個Validate 即是跟日期有關的 那這些呢 那個Algorithm 勁少少的 你要自己想一下 OK 明白嗎 好 到你細節上面要做的東西 看到嗎 首先你要做一個什麼呢 叫Prototype Toying 不要咬文著字 這個Toying 是Funcionable的 即是你的系統 不是只有樣子 是真的Word的 OK 要One or more layout form 就是說什麼 介面不止一個 可能有幾個 一個介面可能 入你的Member的資料 一個介面可能是Transaction 另一個介面可能是Output 你有多少值分 然後換些什麼 那這些會教你 怎樣可以令到有Multiple Form 你要處理的東西呢 就是Input Process Output 很廢的 IPO 電腦系統 一向IPO 第二就細分一點 講完什麼Level 即是說大家合格 中級和高級 有什麼Level Input Stage 你的Program 要讓Kashir做到什麼呢 第一 入到Membership Card Number 一會兒你會做到的 這樣都做不到 你Basic Level都不如 OK 另外 Total Amount of Purchase Transaction 即是你今次買了一千塊 一千塊 你都要入到一個這樣的東西 Basic Level 跟著 Customer 是可以變成Member 從來沒有告訴大家 要註冊的 那這裡要註冊 註冊是一個Advanced Level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做幾樣東西的 又要做紀錄 又要儲存 又懂得Rechieve 還要Assign Member Number 給他 這個複雜一點 這個Advanced Level 糟了 如果我不做這個步驟 就沒有Member 怎麼辦 怎麼辦 是Initial Data 大了的 Initial Data 即是你神組就不知為什麼 不知到哪裡來 你就是Member 這些Initial的東西 你是神級來的 因為你是System Analyst 你作事的 神組定好了 你不需要做Input Output 亦都Member 進來永世都Member OK 不會取消他 不會加他 即是什麼都不用理他 OK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這樣的Assumption 那又避開了這個Advanced Level 但如果你想拿高分一點的話 就是Advanced Level 你可以這樣做 另外一個是中階的 中階 你要Redeem GIF OK 可以嗎 這個因為要Check你積分 接著你夠不夠積分 夠的就去Redeem 不夠的就要努力 有些Algorithm你要做的 Intermediate 另外 擁有其他Features 一會兒會講怎樣計分 其他Features就是Advanced Level 這個是Input 處理資料 好了 你要UpdatePurchase的Transition Data 因為我今天買了$1500 我的資料應該是多了今天的資料$1500 你要做這件事 總共的Bonus Point做運算$2500 就變1分 我這次用$1500是多少分 這麼猛 $250就1分$1500 6分 那你就需要Update這個TotalBonus Point 就加6了 會不會加6之後你進級呢 你要Check 接著你可不可以加一個新的Customer 變成一個新的Member OK Update你的Total Total去redeem到GIF 去買GIF Process的GIF 即是說我想換百佳禮券 還是衛康 可以讓你選 那些是這樣的 其他Features 好 Output 嘔些什麼呢 嘔你的TotalBonus Point Basic的 Update你的Membership Basic的 這裡 當你去做個新的Member的時候 你會Confirm 做個Confirmation Advanced 有個List 給你去做Confirmation Intermediate OK 當你redeem了GIF 的時候 你的TotalBonus Mark 應該reduce Intermediate 其他Features OK 好 好 好 到下面了 這裡 記住 當你做任何Program的時候 麻煩你先給牙心巡 行不行 你不可以做些什麼 你列出 你可以做些什麼 列出 OK 那你要up出來 在哪裏up 在Design的層面那裏up 跟著寫著Must 你一定要做完所有Basic Level的Task 才有什麼 才合格 OK 行不行 Basic Level 合格 跟著在上面 是怎麼計分的呢 看看你完成多少個Intermediate 和Advanced Level 是和什麼人比較呢 和你的同學比較 如果大家有個集體意向 Basic就算了 那就Basic就算了 大家的分數呢 就是Basic的階段裏面 去評估大家 誰做得好一點和不好 但是有人玩東西 協議了大家個個都Basic 突然間阿祝善說 Basic什麼吃 我做完全部Advanced 那怎麼辦 沒辦法了 因為看東西呢 看Advanced number 真的是 Advanced很多的 多很多的 大家就會被一起拉低 他就一個抬高 明白吧 Dynamic 出事了 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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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這叫保底 但是人呢 除了站在底之外 還要站在那裡 OK 站在那裡的時候已經高了 明白 OK 那所以 這些是不斷地加Additional Mask 不過這個Mask是踩著別人而升級的 OK 明白 你還以為每個都Basic的話 每個都交接的話 Basic是做的 但是後面那幾十個呢 那你就糟糕了 好 到下面 當你去Design Program的話 你要牽涉其中的 這些全部會給分的 你用什麼Data Searcher 你有沒有Declared 那些Variable 一定要有 有沒有Initualization 你定義的呢 你要講得清楚 Data Connection 剛才所說的 我不做Advanced的 那些Member不會註冊的 我早上整定 那麻煩你Data Connection裡面要講得清楚 你有沒有Variable Data呢 檢查一下ID card number 或者檢查一下Membership number 是不是Variable的呢 你要做一些這樣的事情 OK 另外 你是用什麼 存些Data呢 你可以用Test File Manipulation 考試考過 不過我極之建議大家不用這隻的 因為這隻東西 反而你用得到 更厲害 用Data Base 因為我會教大家Data Base Data Base 那裡有很多Tools 是幫你做Data Base的 你打幾個Command就完成了 但這個可以告訴你 極之複雜 雖然我們課程是需要這麼複雜 不過它不敢考 OK 因為太複雜了 那我們會用一些 去幫你處理 Data Processing 這次很Chip Data要Process的東西 就是大家小學學的東西 是什麼 加減乘除 是加減乘除 的乘除有機會不出現 除非你redeem的東西 我要有四張Starbucks Cup 四張要乘四 如果發覺你不是乘四的話 只是每一次換到一件東西的話 連乘除都不用管 那就只是加減而已 OK 那就簡單了 Program Output 即分的總共數目 Interface 即是畫面 漂亮不漂亮仔 又有人問過 漂亮不漂亮仔 是重要的 但最緊要是按鍵怎麼擺 你有沒有想過Design 那些才重要 Modular Approach 那就是大家是不是分了一個Module 可不可以reuse 好 最後看時間了 Presentation 五分鐘 你用五分鐘時間 將你做到的事情出來 告訴同學 OK 那如果你做到這個Presentation的話 大家是有個peer-to-peer的評分標準 計分的 那當然有部分 不是有部分 因為大部分是用我專業判斷你的分數 因為小部分呢 就是同學幫手 砌你啦 還是抬高你 OK 是啦 鵪票的 我們會用先進的電子投票 OK 行不行 用電子投票 OK NOR的 到時看看時間關係 但最終 這個不是NOR 這個Document一定要交 那前面書給你聽 Document要交 好 接著有些同學 沒有什麼信息的同學 有個Task Tool 上面那個叫做Task 1 就是你Form 5要交的 萬一 你不知道為什麼 做不到Task 1 連Basic那些都做不到 不怕 有這個Alternative 這個 知不知道說什麼 我給你一個Program OK 你就上面那個Program 由頭到尾都沒有交 上面的分數是一分都沒有的 但是呢 你最後什麼是一分都不會沒有的 除非你連那些部分都不做 我給你那個Program 你做回對應的Testing Plan和Evaluation 那當然我肯定呢 你的分應該是幾低的 OK 應該是 因為為什麼低呢 因為上面那裡你一分都拿不到 但是下面呢 你始終都會有分 那其實主要目標是做什麼呢 是沒有人會拿零分的 除非什麼 是不交 是不交 我給你你都不交 不過呢 過往是從來沒有人會零分的 知道為什麼 是 是 是 所以我用什麼方法 交Cover 交Type of Contents 那我 循例給它一分 OK 搞定 OK 好 下面了 你記住喔 做個Test Plan的話 其實我書本裡面已經教了 你要知道怎麼測試你的系統 那就是我們要想一些 Critical Case 我們想一些 Extreme Case Binary Case 那些 OK 至於這些按按鍵 怎麼Test 那我會遲些說的 好 到下面了 當你做Evasion的時候 就麻煩你自我剃斗 Pos and Cons 就是你那個系統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不好應該怎麼說 不好的東西應該怎麼說 是啦 當你不好的東西 那些東西呢 就會在後面 有些什麼 Furder Development 時間關係 因為這個Polocope Polotype 那所以呢 就沒做到的 就不代表做不到的 Test Cases 你要有 Unit Test System Test 和User Assignment Test 那這些呢 就有些不同的Test 那你需要知道 OK 那Algorithm 怎麼automize它 是不是一些resources 那待會我們會專注做 做這裏 那說完 那又停錄音了 第一個 就一會兒會教大家一部份的 就是怎樣可以用Defil 拆住Database 那為什麼要教呢 教完了之後 基本上呢 你是Facebook啊 Skype啊 那些你已經做到的了 OK 因為你把Programming的東西 拆住Database 就天下無敵 因為一拆Database 入資料又做到 拿資料做到 Update資料加減成除做到 出Report又做到 那有什麼做不到呢 是沒有東西做不到 可以嗎 那所以 一弄完了之後 是任何系統都做到的 OK 那待會我會教大家了 第二項目下面 有一些叫Beta Data 的Manipulation 那就是Other than database 有沒有另外一些技巧有的呢 不是說錯了 Other than一些Basic Database 還有其他技巧呢 就有了 就是SQL 大家在form file裡面打的SQL 那時候是應付考試儀式的 但是可不可以真的在Program裡面 用到SQL做一些事情呢 會講的 就是怎樣可以update database 打SQL OK OK 不是你中三access 就是自己按按按按 不是 是有真正的SQL command 去令到它update資料 Delete資料 以及拿資料 OK 那這裡會講的 另外 這裡 有一個Past SBA的Content 就放在這條link裡面 你看看裡面 那位同學應該是拿五星星的 不同 當然啦 不想大家抄嘛 OK 這個我自己作的 應該坊間都沒有的 好 裡面 就是這個 SBA的Sample Template 有一個Template 會給你 你們上去看 那待會我會講多一點 另外最重要是這個 就是你過完今天 或者你之前已經裝好了 就是Portable Devil 你一定要成功地在家裡裝到 否則呢 你就做不到的了 反而反過來 你變成 Team Mirror 回學校那部機 OK 行不行 那我本部倒置 這個 OK 有沒有問題 快